在电影中 他是一个飞行员 一个医生 一个精灵 一个保姆 甚至还是小飞侠皮特潘 很多人可能会叫不出他的名字 但都曾经因为看了他的喜剧作品而笑了 他就是美国喜剧演员 罗宾·米莲斯 原本在大学主修政治经济的他 因为选修了记性表演艺术 加上常在课堂上读的同学哄堂大笑 觉得有成就感 因此下定决心当一名喜剧演员 1980年 他以电视剧《Mock and Mindy》展开了他的喜剧生涯 一开始 外界都认为他只是一般的喜剧演员 直到朝安越南 他的演技实力才获得肯定 并赢得金球奖影帝殊荣 他接下来分别在1991年 以及1993年 再夺两座金球奖影帝 更在2005年金球奖颁奖典礼上 获得终身成就奖 他也曾在1997年 荣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2014年8月11日 他被证实窒息在家中 享年63岁 这项消息震惊了全球 以让万千的影迷心碎了 很多人对他的离世感到惋惜 但正如他太太所说的 或许我们该看的不是罗宾的离开 而是应该把焦点放在 他曾经带给我们无数的喜悦欢笑的时光 罗宾威廉斯 谢谢你用上一生的时光 带给我们无数的欢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